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共从2012年拍到2015年拍了四集 但是第三集呢它是分成上下 《饥饿游戏》据说它创了一些票房记录 那我看介绍中是这样 我自己其实2012、2013那两个片子我都没有看 因为我个人当时看到过这片子 但是总觉得这种打杀场面 我个人有点成见 结果后来在朋友们的强烈的推荐之下 不同的朋友都推荐说 涛哥你看看饥饿游戏 结果我就反着看 因为是跟大家希望能跟大家的那种热情能够吻合在一起 我就先看了第三集的上半集和下半集 那看过之后确实有它道理 有朋友们介绍的原因和道理 道理很简单 《饥饿游戏》里面真正展现出来的 战争 人性 权力 屠杀 残暴 那和真正人的生命的它的古老的传递 那因为我只看了饥饿游戏的第三 所以我并没有看第二第一 那我只是站在第三集上下两个影片的基础上 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看法 那如果我看过一二之后 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呢 我会补充进去 但是从第三集 这个上下两集来说呢 我觉得影片里表现出来的脉络是相当清晰的 那这个影片在中国有播放 其实这个影片在中国有播放 我觉得如果朋友们看过《威自仇杀队》的话 它里面有着非常类同的含义 有着非常类同的含义 暴政 权力 与人性 永远是对立的 永远是对立的 而暴政 权力 永远会把国家的利益 放在了个人的人性的之上 让人们去死 为了国家 要求人们去死 为了国家 实际这一份要求 这一份要求的本身 却是权力者的邪恶 爱国主义 在这个影片当中 表现的淋漓尽致 无论是国会区域的统治者 还是十二区的 二区的这种反对派的联盟 权力者都是以爱国主义的概念 在给人们洗脑 在让人们奉献 可是其中呢 两个权力者都表现出 对人性的虐杀和极端自我自私的那种概念 在这其中所产生的作用 个体的生命的邪恶 利用手中的权力 使得邪恶外延 我觉得这是影片中表现的非常特殊的品质之一 而在这一点上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 是非常有一笔的 那影片里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洗脑 当在现实环境中被洗脑之后 而这个洗脑 却是在以真相的基础上 什么叫真相 影片里有宣传 国会区域的权力者总统 跟这个反对派联盟的权力者 他所宣传的嘲笑鸟本身 一切都以计时的 以残暴的现实为基础 以真相为基础 但是进行宣传的时候 却带有极端为私的目的 那宣传当中 在这种交割在一起的时候 宣传已经成为了 现今人类生活当中 非常不可或缺 但是却相生相克的 扰乱真相的 一种非常锐利的武器 在这个极乐游戏的第三集当中 贯穿着整个宣传过程 他的表现就是要宣传嘲笑鸟 鼓励整个反对派联盟 所有人的抗争的 暴政的意志 这是宣传 而作为对方 国会区的残暴的统治者 同样是利用宣传来彰显 来欺骗那他所控制区域当中的民众 他以保护者的身份 以一种受难庇护者的身份 来直接透过宣传表现出来 你所有国会区的人们 你只能依靠我 我给你提供保障 你在我的保护之下 能够保证你的生命 但他却是以屠杀 以枪戒 以管制为基础 出现的所谓的保护 对吧 所谓的保护 跟今天的中国社会一样 封锁网络 扼杀人们的思想自由 那党媒姓党 以这样的方式 来彰显出对社会的管理 以这样的方式 来说 为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国民 来提供一种洁净的环境 因为外面的世界太混乱 这是淋漓尽致的 在这一点上 跟威自仇杀队是一样的 所以宣传在影片中 占据了极为重要的成分 宣传的部分 跟武力屠杀的部分 是并驾齐驱的 并驾齐驱的 而影片里面的男主角 Peter 那他一直在问嘲笑鸟 一个关键的问题 到底什么是真的 你爱我是真的吗 你怎么怎么样是真的吗 所以在他一个被洗脑之后的生命而言 他已经没有能力 失去了能力辨别真相的 这种基本人的能力 因为他看到的是被灌输的宣传 我觉得就跟今天中国社会的环境一样 很多的普通的中国人来到海外 欧洲北美 但一直固守着自己在北京上海 在中国大陆处理事情 看待事情的那种方式方法和观念 因为他利用那个方式方法和观念 在中国成功了 所以赚着钱了 那支撑他今天走到了海外 所以他不会失去他 在他过去的生命过程中 所谓成功的经验 所谓成功的方式 而这一切 却是被洗脑之后产生的 当这被洗脑之后产生的之后 包括对人的仇恨 对人的侮辱 对人的虐杀 所以在Peter这个角色上 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影片里作为一种对立的一方 另外一条主线 就是嘲笑鸟人性的保存 嘲笑鸟人性的内在的生命之根 我觉得是非常到位的 正是这条根成为了影片的结束 成为了影片最主要的主题 而嘲笑鸟人所使用的武器 詹尼佛扮演的角色 所使用的武器 是剑 在一个类似科幻片 类似科幻片 在一个科技异常发达的 这么一个时代里面 最终的胜利者 是使用弓箭 这是一个导演 故意安排的场面 他表现了人的最原始 最质朴 最根本与生命俱来的那样的品质 是人本该有的品质 是人本该有的品质 这以中国的古老文化当中的传统文化 反本归正也好 修炼的那种质朴而好 我觉得都有着义取同工之处 也就是说 在影片中导演编剧 他有着一种暗含的氛围 就是现代的科技的一切 给人们带来的贪婪冷漠 和对权力的一种毫无节制的战友 摧毁了人性本来的一面 我觉得影片里是包含这个成分的 那在影片里我觉得最有最特别的 或者说我们最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詹妮佛扮演的女主角 她的身份 她的内在的内心的那一面 我们仅从第三集的电影当中去说 因为这个电影是在一个同名小说的基础上 拍出来的 而我看过一些介绍 实际里面的内涵的人的生命的因素 有着希腊传说 希腊神话当中的背景 那我们不能扯得太远了 如果谈到希腊的神话 有着这样的生命背景的话 其实它里面就在阐述着人性的情感与信念 与那样的冷漠形成鲜明对比 与整个政权残暴的对待生命 来维护自己权力形成强烈对比的 就是影片里面的男女角色 作为詹妮佛扮演的嘲笑鸟 嘲笑鸟是对暴政而言 对国会区的权力者而言 它是一种嘲笑的方式 而它的嘲笑的方式 与它的弓箭 拿的弓箭 一个小姑娘 是有着非常类似的概念 让我当我看电影的时候 让我想到了200年前 所谓巴黎法国大革命当时的 那个女人的绘画的形象 有着这种概念在里面 少女代表着纯真 代表着善良 代表着爱 代表着人性 代表着女人母亲大地的 那种生命的繁衍 那这样一个女人的身 这样一个女人的形象 她使用弓箭 弓箭是有着古老的传说 有着非常长的历史 对吧 当然 她用的箭跟别人不一样 只是箭头不一样 但是她的武器的形式 有着一种历史的过程和沉淀 历史的过程的沉淀 是指这人的生命的传递 人的生命的传递走到今天 走到一个纯现代化的 带着科幻的超长的背景的 这种背景 而这个背景 却对人的侮辱 因为它是扼杀人性 所以影片里面的导演也好 编剧也好 原著也好 仅在第三集 它有着一种回归寻找的含义 有着一种回归寻找的含义 有着回归寻找生命本性的含义 所以这是从她的生命当中 我觉得有这么一份东西在里头 那这份东西跟影片里面的 两个男性角色 一个是Peter 一个是Gayle Gayle他扮演的角色 是一个反面 是一个爱着他的男孩 但他的生命境界 思想境界 却跟反对派的领袖们是一样的 他对战争的残控 有着一种冷漠的心态 他以胜利作为基础 以胜利作为他奋斗的目标 那相对而言 为了获得胜利 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他都接受无所谓 他无所谓 而里面掺杂的是什么呢 里面掺杂着人的肚体 因为他与Peter 共同想获得 嘲笑鸟的爱意 对吧 里面你一直有着这一份含义 但是为了获得这一份爱意 他又展现出男人的 那种特有的品质 应该有的品质 所以当他们去营救 这个 营救这个Peter的时候 那盖尔却主动要求去 也就是 营救他的情敌 所以他是表现出 有着一个 应该有的男人的品质 可是呢 他对生命的珍惜 对生命的理解 缺少一种 内在的 真实的 或者说缺少一种善意 或者说他的善良不够 从而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 到最后 他却故意忽视 冷漠 那反对派对民众的屠杀 对国会区的逃亡的民众的屠杀 而这份屠杀造成了 嘲笑鸟的妹妹的直接的死亡 和嘲笑鸟自己直接被伤害 那这就反映出 盖尔跟嘲笑鸟之间的 他们对生命理解的差距 他也正是这一份内在的生命差距 造成了盖尔一直困惑 盖尔很痛苦 他非常爱嘲笑鸟 但是呢 他的痛苦就在于 他不理解 为什么嘲笑鸟在亲吻他的时候 缺少一种内在的感觉 而这一份感觉 却在嘲笑鸟对待皮特身上有 在对待皮特身上有 因为这部分是跟前两集有关 但是从第三集当中 我看到了这一份内在 所以里面的根本就在于 对生命的珍惜 反称过来皮特 那皮特呢 我们知道在我在第三集里面 他已经被这个总统国会区给抓走了 然后对他进行了洗脑 然后又把他故意被盖尔他们救回来 那故意被盖尔救回来 实际被人家设了圈套 利用他被洗脑的状况 被植入的观念 来杀掉嘲笑鸟 因为在国会区的领袖的心目中知道 曹小鸟跟他之间的私人的情感 所以独裁者利用人性的情感 去扼杀 把他当成武器 去杀死对手 这就表现出他的真正的残暴 所以往往对人的内在灵魂的扼杀 对生命内在情感的扼杀 超越于对肉体的那种虐杀 肉体的杀害 人们看到的是残暴的一面是表现的 而对人的生命内在的虐杀 和直入观念之后 对人生命本身的那种那种 怎么说呢 我觉得很难形容的那种痛苦 他将无法被时间的流失而消失 他为看着的人 周围旁观的人 都会留下彻骨的那种伤痛 无可泯灭的伤痛 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说高手对手的话 这种高手对手的话 完全是在精神层面 在灵魂层面 但是皮特这个角色被塑造的就是 人性的良知的复苏 他是被洗脑了 他是被注入了观念 甚至他被变成了变形人变异人 当变形人变异人 在一个特殊的条件下 他会自动执行他的命令 失去理智 来要杀掉嘲笑鸟 我们知道在台湾刚刚发生了一件事情 一个男人三十几岁 在台北的街头 把四岁的女孩的头颅 用菜刀完全砍下来 当着女孩的母亲的面 大家一点互不相干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难以接受的 已经发生的事实 而看到的介绍当中 有一个介绍说 是因为这个男人当时吸了一种新的毒品 吸完新的毒品之后 他完全就出于一种失控状态 当然这是他的一种解释了 那给我的感觉就是吸了毒品之后 就像影片里面的这个 皮特一样 当他看见嘲笑鸟时 他就要杀他 只要有机会就要杀他 已经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 对吧 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 所以在影片里我们看到了几个场面 包括当他被治好之后 随着他们进入国会区时 那依然是要带着他 但是呢 影片里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我说 无论怎么样对他的迫害 但是当嘲笑鸟要出发 跟盖尔要去杀那个总统的时候 嘲笑鸟给这个皮特把他的手铐打开 这个时候嘲笑鸟在这个推广片里面有 嘲笑鸟搂着皮特说了一句 你只要跟着我就好了 所以嘲笑鸟跟皮特说了一句 你只要跟着我就好了 这句话之后 皮特的镜头没有了 但皮特实际就好了 用男女之间的真爱 用人性仅存的一种表现 来摧毁掉 魔鬼般对人的那种洗脑的摧毁 以至于达到甚至一种变异人的状况 我觉得他有一种比喻了 在今天的社会当中 很多人类似于皮特 无论你接触电脑 接触现代科学 接触任何非正常人性东西的时候 对人们洗脑造成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 所以在中共的统治之下 在一个暴政的统治之下 人们为了求得生存 会自然条件反射地屠杀其他人 侮辱其他人 作茧其他人 也就是说以暴力的方式 让别人 让自己身边的人消失 来求得自己生存 这是暴政之下 普通人的相当的一份邪恶的表现 这一份邪恶是外面给予的 不是他与生俱来的 而人之初性本善是与生俱来的 所以影片在第三集里面最后倡导的是 人生命的价值观 爱的力量 善的力量 爱的力量和善的力量 影片很简单 嘲笑鸟 在最后知道事情的真相 知道自己的妹妹 是这样被杀掉 他懂得了反对派的领袖 同样是邪恶 是杀虐 以正义的名义 杀虐 他只想满足自己的权力 而所有这些人 都成为了他手中的工具 来达到自己的权力 包括在影片最后的时候 屠杀掉那些国会区的那些普通逃难的人 把这种屠杀的行为栽赃给对手 栽赃给那个总统 国会区的总统 来提高他的形象 所以知道真相的 嘲笑鸟 最后用箭射死了反对派的领导人 那其他的民众自然会把已经病入膏肓的国会区的统治者也置他于死地 而这个时候的嘲笑鸟 他曾经被反对派推崇成一种形象 一个英雄 一个形象 尽管在过程中 命运使得他逃过了反对派领导人对他的杀虐 因为不能出两个英雄 对吧 但是呢 他自己的行为 却使得自己回归于贫民的自然的生活状态 因为他杀掉了反对派的领导人 那从一个英雄就变成了一个凶手 那让整个世界范围内在民众中出现了哗然 对吧 那他的英雄的形象没了 而嘲笑鸟自身并不想要这英雄的形象 这英雄的形象的一切 是反对派领导人需要他来鼓励民众 跟着他走 而制造出来的 所以制造嘲笑鸟 一个英雄者的形象 一个胜利者的形象 就跟Peter 在国会区被那总统给吹凝成 给灌输成另外那种变异人的概念 是异曲同工之处 都是为统治者所拥有 都是扼杀人性的 那他的可贵之处就在于 人性是不能被扼杀的 他就像古老的弓箭一样 与生俱来的 跟生命同在的 所以影片的最后的结束 那作为一个失去了 自己妹妹的嘲笑鸟 回归了一个自然人的生活 去打猎 打猎 拿着猎物 拿着兔子回来的时候 结果看到了Peter Peter回到了家 正在自己家的外面 没有别人了嘛 在自己家的外面 从山根上拿到了那些野菜花 迎春树 迎春花 要摘在自己的花园里面 影片结束 两个人结为百年之后 有了一双儿女 而嘲笑鸟自己呢 只想做一个贤妻良母 只想做一个女人 只想过着一个人的生活 他们扔掉了一切的光环 回归了人本来的生活 那是一种人性的在线 所以饥饿游戏 我不知道这个名字 它内在的含义 和原作者的含义 但饥饿游戏本身 给我的感触 却是对生命的渴望 对真相的渴望 对生命本来的爱的渴望 在这种完全争持 你死我活的菠杀中 所以饥饿游戏有着隐喻 既隐喻着现在人的生活 又直接揭示出这个体制 中共就是类似共产党的体制的邪恶 一个强权的暴政者的邪恶 贪婪与虐杀 我们会在下期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那一部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涛歌坎电影 饥饿游戏第三集 分为上下 我们跟大家分享过一集 那分成上下 它是在2014 2015拍的 但这个电影本身 我觉得上下是不能分开的 它是一体的 它在影片当中 在我涛歌坎电影当中的第一集 主要跟大家分享了一个爱的概念 人的生命本来的概念 那主要是从 詹尼佛扮演的嘲笑鸟 和皮特与盖尔 这两个男性角色之间的关系 表现出 作为影片的主要的导演 和影片的编剧 要阅读出 要阅读出 人性是永恒的 人的良知是不能泯灭 而人内在的善念与良知 在寻找真相过程中 它是唯一的航标 因为在影片里很清楚 皮特被国会区的总统洗脑之后 他已经失去了辨别真相与虚假之间的能力 所以他一再问 在他回到十二区之后 在他跟这个嘲笑鸟在一起之后 他一直在问嘲笑鸟 你是真的 你还是假的 你对我的感情是真的 是假的 你那天 在当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闻我的时候 是真的还是假的 在一个充满了宣传 塑造英雄 杀死英雄 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 身在其中的人 失去了辨别真伪的能力 但是呢 并不能扼杀掉 人之初性本善的 本来的生命含义 所以嘲笑鸟内心中 他确实爱着 皮特 与此同时 他依然感激着 盖尔对他的那一份情感 但他却不接受盖尔本身 对生命冷漠的一面 所以我认为 在影片里他揭示出 他揭示出爱的永恒 和正是这种爱的情感的力量 善的力量 对生命珍惜的力量 能够战胜洗脑 能够战胜暴政之下 对人们的灵魂的摧残 导演是拥有 在我认为当中 影片里是有这一份价值观的 有这一份价值观的 尽管 尽管在这个皮特里面 当他被救回来之后 他被洗脑之后 表现出极其残暴 要一定杀死嘲笑鸟 那一份信念 在他生命中非常深刻 但是当他意识到 自己被人家洗脑了 当他意识到 自己被当成工具 就要杀掉嘲笑鸟 当他意识到这一份额的时候 他曾经要求把他杀掉 因为他知道 一旦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时候 他失去控制的时候 他有可能会做出 伤害嘲笑鸟的事情 但是非常可贵的就是 而嘲笑鸟最后 却把他的手铐打开 跟他说 你只要跟着我 你就是安全 所以嘲笑鸟用了 人最淳朴的 最直接的 最单一的 爱 对生命的珍惜 直接化解掉 皮特被洗脑后的那一份 邪恶 那一份观念 影片里就有这一份含义 所以我认为 这是影片当中表现出非常积极的一面 而它具有现实意义的一面 可以对比今天中国社会的 我觉得就是这 国会区域的统治者 暴政的统治者和反抗暴政的政客 这两个人 一男一女 而这两个人表现出来的手段 是极端邪恶的 他的邪恶 都是与今天 中共体制之下 宣扬的爱国主义是相同的 把对方斥于邪恶 就像共产党说的 美帝国主义概念一样 日本人都是坏的 美国人都是坏的 这种宣传是一样的 当一个人没有能力出国的时候 他会把美国人骂坏的 当这个人有机会出国的时候 他一定去美国 但当到了美国之后 他依然不接受这个社会 他同样还是谩骂美国 但当你指出他的问题 指出他的关键概念的时候 他立刻又用美国社会的 言论自由的说法 为自己来找辩护 所以你就知道 中共体制之下 暴政体制之下 人的被洗脑后的邪恶 表现的是丧失人基本理念 所以这是 这种丧失人的基本理念 他是毫无顾忌和没有感觉 他失去了一种能力 所以我们把它 在我的眼睛里 一个新的词叫做 平凡的邪恶 平凡的邪恶 而这个词却来自于二次大战 我在一期《经济点击》当中 跟大家分享过 香港著名的 这时事评论的老人 李一先生曾经写过一篇 长的评论 就是平凡的邪恶 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 却秉承了邪恶的灌输 去伤害其他人 那在饥饿游戏的第三季当中 这个国会区的总统 跟反对派的领导人 这个女的 她们扮演着同样的邪恶 她们就像游戏的操控者一样 游戏的拥有者一样 在完整着 所有为她们付出生命代价的 所有的人 在国会区 我们看到了 当时总统直接杀掉她的将军 在酒会上 直接杀掉她的将军 这是我们看到 而在反对派当中 我们看到了 作为反对派的领袖 要把朝 在战争一定会胜利的背景之下 要把嘲笑鸟 推到最危险的境地 然后设计杀掉她 因为不需要她了 不需要她了 所以在政治层面 在权力层面 没有正 没有邪 她表现出来的都是邪恶的 相当程度上 表现出来的都是邪恶的 她的邪恶的表现 就是对生命的屠杀 屠杀生命 表面上爱惜生命 所有的借口 都是以爱惜生命而来 而所有的爱惜生命的借口之下的行为 却是虐杀 两者是相同的 而这虐杀过程中 杀戮过程中 它的一个最锐利的武器就是宣传 跟今天中共体制之下的中宣部是一样的 对吧 跟威治仇杀队当中的那个统治者是一样的 有着极端的所有专权者 所有独裁者一定是用宣传的方式 在一个看似真相的基础上 营造了虚假的氛围 来达到她个人权利被巩固的目的 所以宣传在双方 力量双方当中都有 宣传我们看到了对嘲笑鸟的宣传 来鼓励士气 鼓励整个环境 对吧 而作为国会区的宣传 永远是那总统出面 以保护者的方式 以这种就像慈父般 爱护着他管辖区内所有的人 那样的说法进行宣传 可是在他们的统治区内呢 却是始终有着所有拿枪的 穿着制服的没有脸的军人 在任意屠杀的老百姓 所以宣传是暴政之下必须存在的 宣传造成 看似真相 实际是虐杀真相 掩盖真相 这就是皮特在他影片中一直在糊涂 不知道什么是真相的一个直接的表现 那另外就是统治者本身的形象 影片里我觉得他确实是很深思熟虑 统治者的形象 按共产党的话 按我们对看共产党的概念 是伟光正 双方的权力者都是伟光正 那作为反对派的领导人 我们看到了他的对反对派所有民众的那一份演讲 非常到位 非常有形象 对吧 而同样 作为国土区的统治者 他的出 他的他的象征 他的一切 永远是一个慈父般的 但强悍的这么一个男人 所以一句话 他们表现出来的形象 都是最正面 但他们是邪恶的 而相反 在影片里 真正展现出人性的人 他大多塑造的 都是比较有特别的 如果大家注意一下 影片里有几个人 比如说 Peter 他是最终暗含人性的人 但呢 他是又被洗脑的变异人 对吧 他是不完整的 而影片里 在给嘲笑鸟 塑造形象的那个女人 所谓是一个时装界的人 对不对 但是呢 他是拥有人性的 他就是那么一个人 一个自然的人 他表面看起来很丑陋 他是个时装界的人 他可以给别人塑造形象 可是他 却反向是丑陋的 他有着他自己生命的理念 影片里 另外那个男人 是个酒鬼 对吧 但他是拥有人性的 能够看清真相的 真实的人 给我的感觉 就像正版桥里面 说的 难得糊涂 他为什么喝酒 难得糊涂 他非常清楚 这权力者的游戏 但对这种权力者的游戏 他无可奈何 对吧 无可奈何 而影片里 另外一个人 霍夫曼 扮演的 反对派角色当中的智囊 也就是 真正能够 在他的眼睛里认为 嘲笑鸟 非詹尼佛扮演的角色 非他不可 他是真正的嘲笑鸟 而这个角色 穿得有点制服 但稍微有些破一拉撒 背个破书包 对不对 怎么着都成 他不坚持自己的原则 而这么也成 那么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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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感觉到 他是个滑头 但他却无力抗争 因为他无力抗争 那个女人的权力 可是他内心中 懂得那个女人的卑鄙 就是那个权力者的阴险与卑鄙 他实际是在第三集 这个饥饿游戏当中的真正的设计者 他的设计者 是选择了一个有人性的嘲笑鸟 利用他 在整个过程中 把两个强权者都杀掉 把两个强权者都杀掉 所以他是影片里的真正的饥饿游戏的设计者和胜利者 所以在影片最后的时候 他把嘲笑鸟把那个女的反对派领袖杀了之后 他就嘲笑鸟被关在了一个房子里 当酒鬼找到他 跟他宣读的那份信 那份书 却是霍夫曼扮演的角色 里面的杰素语是什么 我没有看错人 我看的就是你 我找的就是你 所以同样也是 在这点上 嘲笑鸟是被霍夫曼扮演的角色给利用了 利用了塑造起形象和光辉 然后又利用他的形象与光辉 杀掉这个女的权利者 因为杀掉他 他又回归到原始的普通人的身份 所以真正的胜利者是那个 霍夫曼扮演的角色 但同样 他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 对吧 而当他们进入 那个小队要进入国会区 他们藏身在一个 那是火啊 一个豹子的一个非正常人的形象 对吧 完全是一个非正常人的形象 但他是一个抗豹者 他是一个抗争者 而他整个team当中 他的摄影team当中 导演缺了半两头发 而摄影师呢 没有舌头 所以影片里非常特别 这些普通的人 这些普通的人 留有自己人性的人 在外表上 在现实环境中 都是有着缺憾 这是导演故意这么来的 这是编剧这么故意来的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 对很多人你不接受 但他是真实的 而我们现实生活中 把自己塑造成完美的 他是邪恶的 一切是反的 所以这是我认为影片中 非常特别 非常到位的一面 那一个完美的外在的概念 的形象 却是 他伴随着一个邪恶内在的真实 就是今天的中国社会 共产党的形象 对吧 共产党的形象 整个第三集 在我的眼睛里 确实在 在有关权力这方面 在有关社会层面这一方面 他在我觉得 完全是跟今天的中国社会 相吻合的 有着宣传 有着欺骗 有着权力 有着完美的形象的 邪恶 而作为具体的人 却是个体的 不完美的 缺憾 那而他真正内在 却是真实的 自然的 充满人性 你可以说 充满了爱 所以我个人以为 饥饿游戏的第三集 给我们展现出来的价值观 作为中国人而言 因为在大陆有公年 作为中国人而言 他在鼓励着一种希望 坚守我们内心中 人的善念 相信自己的灵魂之所在 这是这地球上 人类共生的价值观 邪恶 一定是欺骗 管制 那外表形象是完美的 那所拿出来的语言 说法 都是为别人 而实质 是极端自私贪婪 与占有的 这就是 在饥饿游戏当中 从另外一个角度 展现出今天中国 共产党的中国 真实的一面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